那前面呢我们介绍过无线长指导线呢 在旁边距离R的地方 它的磁场叫2πr分之μ0i 那我们现在来看无线长指导线的延伸应用 第一个叫做半无线长导线端点的旁边 好那很多人看到它的名词呢 就觉得说老师这个名词有一点矛盾 因为无线大除以2多少呢 当然还是无线大 那我们所谓的半无线长导线是说 原来的导线是从负的无线大到正的无线大 可能现在导线只有负的无线大到0 那当然0另外一边延伸到无线圆 某种程度来讲它还是无线圆 但是我们要强调的是说 它现在呢不是两边都是无线圆 它一边结束但另外一边是无线圆 那如果刚好在这个结束的这个端点旁边距离R的地方 它的磁场到底有多少呢 这个叫半无线长导线的端点旁边距离R的磁场 那各位你要不要来猜猜看 如果整条导线叫做2πr分之μ0i 那现在如果这样子的一半呢 在这一点的磁场多少呢 好各位答案就是多少 答案就是一半 好为什么 你当初从负的无线大到正的无线大 好你可以想说 这里有无线长的导线嘛 那你可以把这无线长的导线分成上半跟下半 各位如果上半下半 在这里呢 叠加以后它的磁场叫做2πr分之μ0i 那就表示上半跟下半 它各贡献怎么样 各贡献2πr分之μ0i的一半 所以如果现在看下半或者是上半 那应该只有2πr分之μ0i的一半 各位你能体会吗 当初你是不是从负无线大算到正无线大 那负无线大算到正无线大 它既然叫2πr分之μ0i的话 那负无线大到0 对不对 跟0到无线大 那应该各贡献怎么样 各贡献一半 所以这个叫半无线长端点呢 半无线长老线端点旁边的磁场 就叫做1分之2乘上2πr分之μ0i 那有人说老师那万一不是在这个端点呢 万一在这里或这里呢 那基本上高中物理就不会算这个东西 因为如果你要算这个点这个点 而不是在算端点旁边的话 那就得要动用B or Savatil去积分 可是问题你积分 你也不一定能够积出一个怎么样 积出一个漂亮的答案 所以一般高中就不会怎么样 就不会考这种东西 考的话一定是考无线长 要嘛就是怎么样 就是半无线长的这个端点旁边的磁场 好这是无线长直导线的第一个应用 那第二个应用呢 我们前面其实也有讨论过 如果怎么样 如果在导线的正前方 导线的正后方 这个磁场都是多少呢 都是0 各位在直导线的正前方 直导线的正后方 这个磁场都是多少 都是0 那我们可以从两种观点来看 第一个就是所谓的B or Savat定律 好但是B or Savat定律呢 我前面讲过 关键在于怎么样 关键在于这个Sine Theta的Theta Sine Theta是什么呢 也许很多人会背公式 但是不了解这个公式呢 这个里面物理量的意义 这Sine Theta呢 是电流跟位置向量的夹角 如果你在直导线的正前方 好电流向上 那位置呢 向上两个夹角多少 夹角0度 那Sine 0度多少 Sine 0度是0 如果你在导线的正后方 电流往上 位置向下 两个夹角180度 Sine 180度也是多少 也是0 所以你从B or Savat定律来看 一小段导线 对于正前方正后方 这个磁场都是0 那你很多小段把它加起来 那正前方正后方还是0 0加了一堆 那还是多少 还是0 你懂什么 那当然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 比较直观的想法来想说 为什么在直导线的正前方正后方 磁场都是0呢 那我们前面讲过 电场它是一种旋转的概念 它是一种旋度的概念 那以后呢 大家一学到微积分 就会学到怎么样 一个叫做旋度 一个叫散度 那我们讲前面讲的这个电厂 电荷 电荷摆在这里 它是不是向四面八方发出电力线 对不对 好 可是问题是 今天磁力线它是一个旋转 它是一个漩涡状 它是一个漩涡状的概念 你可以把它想成什么样 想成台风 好 所以呢 现在这里有个台风 台风呢 这个风在周围怎么样 周围旋转 所以周围其实是风最大 可是如果你在这个怎么样 这个旋转的正中间 对不对 在这一条轴上 也就等于你在台风沿里面 好 你在岛线的正前方正后方 都在台风沿里面 那台风沿里面 反而怎么样 反而无风也无雨啊 这反而无风也无雨啊 所以在直岛线的正前方 直岛线的正后方 磁场都是多少 都是零 你从公式来看 你从比较直观的想法来看 这个磁场都应该是多少 应该是零 也就是它的旋度 等于多少 等于零 好来各位 那现在呢 我这个马上呢 让大家呢 领袭一下 这个半无线长端点 跟直岛线的应用 所以我们出一个中和的 这个牛刀小事 假设这里有个岛线一 岛线二 那现在在这里转折 在这里转折 那这个转折呢 这边无线延伸 这边无线延伸 好 所以也就制造了 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半无线长 导线的端点旁边 那现在呢 PQ 它的磁场到底有多少呢 那我们现在来算四项 好 就是一号导线 在P点的磁场 一号导线 在Q点的磁场 好 二号导线 在P点的磁场 二号导线 在Q点的磁场 到底有多少 好 来各位 这四个答案里面呢 其实有两个是零 哪两个是零呢 好 就是一号导线 在P点这里 因为P 在一号导线 正前方 我们刚刚讲在台风眼 好 所以P点磁场零 那这Q呢 也在直导线的正后方 所以这个磁场也是零 所以V1P等于零 V2Q也等于多少 等于零 所以V1P等于零 V2Q等于零 好 真正要算的是 一号在Q点 二号在P点 它的磁场 如果这个距离叫什么 这个距离叫做低的话 我们看 这个一号导线呢 在P点是零 在Q点呢 各位Q 就相当于在一号导线 对不对 在端点旁边距离低 这个端点旁边距离低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写成叫做 二Pi d分之μ0i 的一半 因为它是半无线长导线 那我们前面呢 这个有推论过 好 那同理 那今天呢 这个Q点呢 在二号导线正后方 所以二号导线 在Q点没有磁场 可是如果在P点的话 各位 如果它在P点的话 那一样 算是半无线长的端点 好 半无线长端点 旁边距离低的地方 所以这个磁场呢 也是二Pi d分之μ0i 的一半 就是无线长的一半 当然如果我们更进一步 想要写出这个方向的话 那怎么算呢 来各位 一号导线是不是这样 所以Q点这个磁场是怎么样 磁场是穿出 是穿出 好 那二号导线电流是往这里 在P点也是怎么样 也是穿出 所以这两个磁场呢 其实方向都是怎么样 都是穿出 好 那你等一下可以在讲义上 写大小是这样 方向穿出 这个大小是这样 方向是怎么样 方向是穿出 好 所以你要会算大小 也要会比什么 也要会比方向 好 所以这个是我们前面讲 无线长指导线的一个延伸的应用 那读书的时候 你要怎么样 你要抓住一个架构 你要先抓住一个主架构 再来补细节 这就是无线长指导线的两个细节 一个是半无线长端点的旁边 一个是指导线的正前方 指导线的正后方 好 所以两个简单的应用 提供给大家参考一下